观众朋友早上出门是不是觉得天气明显转凉 今天是一年当中的秋分 入夜之后低温将降到22度左右 同时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全国的空气品质也将明显转差 另外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气象局统计近60年 年降雨日有减少趋势 去年全台13个平地气象站 平均降雨日132.5天 比气候平均天数少9.3天 但是大雨天数却多于气候平均值 气象局也将增设短时强降雨预警制度 饱满馅料包进粉皮 中秋节一过天气明显转凉 热食小吃店业者忙着备料 要好好抢赚一波添冷财 焯手跟馄饨汤馄饨面都卖得很好 焖了好久要一扫今年的酷热夏天 因为秋分已过 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 夜晚会慢慢加长 同时天气开始转凉 主要的是因为塔巴台风 经过台湾东方海面的时候呢 把北方比较具有凉意的空气带向台湾 尤其北部入月后及清晨都能感受到凉意 这一周低温都只有22到23度 但周末高温还是有29度 民众得留意日夜温差 东部地区低温也只有23到24度 中南部低温则维持在24度以上 只是东北风吹拂夹夹带境外臭阳 中部以南的位置在下风处 扩散条件差空气品质也将连带受到影响 呈现橘色警戒 另外根据气象局统计也发现 近60年来年降雨日有减少趋势 去年全台13个平地气象站 平均降雨日132.5天 比气候平均天数少了9.3天 但分析大雨日12站年大雨天数 反而多于气候平均值 短暂的变化变成一个气候上面的一个 比较小的波动 就比较难以判断 未来是不是类似的趋势还会持续 就怕气候变迁造成降雨形态改变 未来抑制灾的短延时长降雨可能会增加 气象局研议将增设3小时 逾200毫米的短时长降雨预警制度 也提醒民众得多留意天气变化 这仍然一点反弹报道